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明星 我是阿燦 金毛皮革 電影是GT跨界玩家 Grand Turismo 好的 這部電影講的就是 有一個GT這個遊戲 這叫跑車辣漫女這個遊戲的玩家 叫做 Young Modern Girl 然後他在玩完這個遊戲之後 就慢慢變成一個職業賽車手的故事 而這部電影也是改編自真實的故事 Young Modern Girl到現在還是很厲害的賽車手 這部電影真的超級超級好看 好的 那一開始必須先跟大家講到重點 就是索尼最近這個電玩改編的電影 真的超級超級多的 包含了去年的這個秘境探險 但這部電影真的不是典型的電玩電影 與其說他是在改編跑車浪漫的這部電影 不如說他其實就是很簡單的在講 Young Modern Girl的故事 首先先來跟大家聊聊電玩的這個部分 如果你是電玩的玩家 在這部電影呢你就會看到電玩 跟這些畫面的實景如何交融 畢竟這部電影講的完全就是電玩遊戲 跟實際的賽車跑車 可以怎麼樣從電玩玩家 升華到變成賽車玩家 這些電影才做到的呈現 就是房間的這個模擬器 這個電玩的畫面如何 把它呢把它虛實整合折疊在一起 像這個大家畫面中看到的這個3D模型 把它變成真的是你在賽車開賽車的樣子 所以這樣子的賽道跟房間模擬器 一定會讓玩家很有感 甚至這部電影呢 也特別去描繪了玩遊戲的場所 像是網咖 這個非常厲害的這個 大家都坐在裡面玩賽車的網咖 至於賽車比賽的視覺呈現呢 個人認為真的是這部電影的亮點 我超超超超喜歡 這部電影在重現職業賽車的比賽呢 一切都非常非常真實 特別是在鏡頭的設計 非常非常多樣化 有很多空拍的畫面 甚至是用這個斜角鏡頭來拍攝 然後還有很多這樣子 咻咻咻咻飛過去的畫面 就像是你在空中看了賽車比賽 那同時當然不免除得 還有在賽車裡面 對著這個賽車選手拍攝的這些鏡頭 都非常非常的多 鏡頭呢就像你的電玩視角一樣 可以切切切切切切 然後切換你的不同視角的話 在音效的部分 影情聲聽起來也很流暢飽滿 我特別在這個片尾的畫面 看到很多他們還有專門一整個團隊 在錄這個影情的聲音 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總理來說 這部電影就是你如果想要看賽車比賽的感覺 你會看得非常非常過癮 非常非常的飽滿 不過劇情的部分呢 相對來講就比較單薄了 雖然他講的呢 就是Young Mulder的故事 可能他的故事 本來就比較一帆風順一點點 可是說真的 電影的這種阻礙力量很薄弱 我們在看這樣子的一部成長電影的時候呢 就像Young Mulder 成長成為一個賽車選手的故事 我們會想要看到什麼樣的力量阻礙他 以及他如何克服這股力量 可是呢這部電影的這個力量就很單薄 就只有大家不相信他 大家不相信一個玩電玩的小屁孩 可以變成一個賽車手 所以這樣子的阻礙層次不夠豐富的情況下 解決的方法當然也就很統一 就只有一種就是 他就只會說他要努力拼 他要證明自己 所以某種程度上 其實GT這部電影 其實他就是一個青少年的成長故事 如何講著這個世界不相信這個青少年 讓他成長成一個很厲害的賽車手的故事 但是我會說這中間的這個阻礙 不夠讓你覺得心揪一下 最奇怪的是他的女朋友 從頭到尾喔 從頭到尾的功能 就是幫他加油打氣 我覺得這放在 當代我們對於性別論述 有很多很多的 注意的情況下 這個角色的設計 我相信女朋友一定有別的更多的功能 她怎麼樣幫助她 她跟她說了什麼話 她陪伴了她什麼 怎麼會只有在旁邊幫她加油打氣 然後跟她 有完賽的時候跟她抱抱而已 這 這個我無法理解 所以女性就陷入了一個背景狀態 她沒有聲音 她沒有agency 不過當然 剛剛說的這些東西 都在雞蛋裡面挑五頭 如果你想要看這個賽車 咻咻咻咻的話 我跟你說 我真的看這部賽車 看到非常非常滿意耶 所以很推薦大家 趁著暑假圍車 去感受一下這一部 Gran Turismo GT跨界玩家 跟著一起開車車 咻 飛過去 最後是這部隊的劇本 我給她7分 演技給她8分 影像8點5分 高點是8分 小片是8分 總評依7點9分 那如果小片不要點個贊 記得點贊助點訂閱 就按下小片影片 我是阿翔 我們下次在網站 記得去看我其他部的 不是 我的個人社群媒體帳號 我是阿翔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